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玉池公和李世民的亲密关系,是从两次救命之恩培养来的 第一,玉池公将善雄信打落马下,关键时刻,救了李世民 第二,玄武门之变,玉池公又从李元吉手中救下差点被勒死的李世民 当时情况是有多危险呢? 玉池公带着七十多个骑兵,杀丧了太子、骑王的辅军 并射杀了李元吉的战马 李元吉本来是逃命的 意外地看到李世民被树枝绊倒了 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就跑回来抢了李世民的弓箭 要用着弓弦勒死倒地的李世民 玉池公看到以后,一边骑马往这边赶,一边大声的嗤吼 李元吉思量下,觉得就算自己能勒死李世民 也会被追上来的玉池公杀死 就放弃了杀李世民 往自己宫中跑去搬救兵 李元吉跑向武德殿途中 玉池公骑马追来 张弓搭剑,射杀了齐王李元吉 成为了玄武门之变中 表现最亮眼、最为李世民掏心掏肺的武将 这还不算完 玉池公还为李世民亲自向李渊索要太子之位 可以说,脏活、累活、危险活 玉池公一个人干了个遍 司马光是这样记录 玉池公要太子之位的过程 李渊当时正在湖中伐州 玉池公一身中甲,拎着一杆长矛就闯了进来 李渊看到这阵仗,吓得冷汗直流 而后问道,外面是谁在作乱 爱卿又为什么来这里 玉池公回答 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作乱 秦王殿下正在平乱 怕陛下您这里不安全 特地让臣来保护陛下 李元听完 猛将玉池公都能脱开身了 就知道李建成、李元吉估计已经完蛋了 望着魁梧的玉池公和寒光闪烁的长矛 李渊短暂犹豫后 立刻抚摸着李世民的头 封了他太子之位 李世民也跪下,像杨高一样恋父 痛哭而流涕 就这样 父慈子孝的表演后 李渊成了太上皇 李世民成了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后 劝李世民起兵 射杀李元吉,逼李渊退位 玉池公将身家性命 全和李世民绑造了一起 李世民登基后 评价玄武门之变中 玉池公和长孙无忌的功劳并列第一 并将李元吉伏底中一切财物全部赏给了玉池公 这段时间是玉池公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也是他与李世民关系最亲密的时候 玉池公不贪财 但却有鞠躬自傲的坏毛病 这也是让李世民最恼火的一点 李世民在庆善宫设宴群臣时 玉池公看到有人座位排在他的前面 玉池公自认为自己玄武门功劳无人能比 就站起来大声质问 你有什么功劳,凭什么坐在我玉池敬德上座 本来宰歌宰舞,欢快的气氛一下没了 群臣你忘我,我忘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熟悉玉池公脾气的李道宗 作为李唐宗亲了,就出来劝了一把架 这李道宗就坐在玉池公的下座 他赶紧拉着靖德,劝他不要再吵了 李世民召开的宴会上大闹 这能有好果子吃吗 结果,玉池公气昏了头 不仅没明白李道宗的好心 还一拳打在了李道宗的脸上 差点把人家眼睛打瞎了 李世民见玉池公是无理撒泼 彻底怒了 朕以前看汉书,总觉得是刘邦刻薄 要捉灭功臣,所以格外宽容你们 想让你们都富贵平安,子孙绵延不绝 现在看来,韩信彭越之死,也不都是刘邦的罪过啊 玉池公听完,吓得再也不敢吭声了 开始真正的惧怕起了李世民 平心而论,李世民对玉池公是真做到了掏心掏肺 不是有两次救驾之功,再加上深知靖德性格 哪个皇帝会用这样的重话,敲打一个武将 用韩信彭越下场,警告武将 那这个武将一定会终日惶恐不安 反叛几率增加多少倍 不是李世民真把玉池公当救命恩人 哪个皇帝不是自己忍到一定程度就直接动手了 但李世民这样警告,就是把主动权交给了玉池公 话说到这份上了 只要你玉池敬德一天不凡,我李世民就永远不会动你 李世民用韩信彭越敲打过后 玉池公此后16年,再无鞠躬自傲之心 多姿多彩,享受起了自己的晚年 当时流行炼丹修道,玉池公服用云母粉 他还修建了大量的园林、美池,研究起了池川 最后,一个大老粗,甚至还听起了轻力的音乐 玉池公的行为,让李世民非常满意 不仅为自己满意,更为玉池公满意 玉池公只是个人勇武 完全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 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这就是他最好的晚年 如果一直那样飞扬跋扈,真做了什么无法挽回的事儿 就算自己想宽恕他,那一大群臣子真能同意吗? 对李世民来说,玉池公对他完全不具备威胁 他只是想让老伙计善始善终罢了 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下 玉池公不仅安享了16年的晚年 还保全了一世英明 玉池公死后 他的儿子玉池宝林承袭了父亲厄国公职位 不仅官至魏玉少卿,还授封了上诸国 中唐一代,玉池公一脉 都是长盛不衰的官宦之家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七七都精彩 如您喜欢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谢谢 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